OK 1 哇 OK啊 大家下午好 Waddy 你現在上任財長大概三個星期了 一切還順利嗎 我現在還在這裡 其實 我看順利當然是要看整個情況 通常如果你是一個財政部長 應該是有一些款項要花來匯級的 但是我在這個時候當然財政部長 確實是沒有權負只是要去接受 所以我看有可能 不會受的 不會化得很歡迎 不會化得很重歡迎 因為你又比較緊一點 也不太願意花錢 當然在這個階段 當我們要面對活在的時候 當然我們需要比較謹慎一點 不要忘記了 以前如果我們談是談1 最多也是10億 現在是談到8億 包括一兆 所以這個數目是突然間已經爆炸了 所以外秘先生平均會花多少的時間看報告啊 差不多是 常常看那個報告的那些書記 包括掌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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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是採在在辦事處裡面 所以外秘先生已經開始適應 所以外秘先生已經開始適應吉隆坡的生活了嗎 還沒有適應 沒有時間去走 因為多數是從我要睡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睡的地方 我去辦公室 這兩個主要的 第一點 有感覺 KL跟檳城最大的分別 就是生活啊 食物方面啊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當然我們在檳城 成為檳城人 我就比較習慣 檳城的生活 而且 吉隆坡 你知道有吉隆坡 這個大城市的一個 這個 這個規模 會 這個版本 可能不是 我不是很習慣 這樣的深化的那個 環境的背景 天天摘車的 是好像是正常一樣 所以 在檳城呢 我們認為是比較有一種情節感 美式也比較特別一點 可能在這方面也還是不慣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主要的是 從辦公室到 我所租下來的地方 睡覺上辦公室 睡覺上辦公室 回到 回到家 如果是有時間的話 也是看一些報告 所以 在這兩個禮拜 差不多 一早出門 晚上回來 只是在床口看到太陽 所以之前說 之前進選期的時候 你說每天睡4個小時 現在也是這樣子嗎 其實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一樣 累嗎 累也是累 但是我必須要回來 因為有時候 也要負責一下 選期的問題 我還是在設立我的辦公室 所以 因為 在北海也是在辦公室 所以 這個 這個選期的那種的工作 還是要進行 當然 你一定要跟你的那個 自己的 權力 有一點聯繫 啦 同時 也是要 回來 看孩子一下 想看孩子 就是 就是 太太跟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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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孩子 當然 在那裡 住宿啊 就不能夠 孩子想念孩子 所以 最少要每一個 白日 禮拜要看他一下 嗯 這孩子 就是有 可能會 跟你 要去KL 啊 還是會 丟在那裡 完成他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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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怎麼樣 那個 嗯 就是 很多人喔 其實真的很好奇 EPF裡面 到底真的還有錢嗎 空氣金 嗯 有 有 有 差不多是 他的整個 基金有 超過 八千 一哈人 八千億 八千億 差不多一兆 嗯 因為網上很多人 都是很關心 這個 有啦 空氣金到目前 當然 我們還沒有去 真正的研究啦 但是 從在這方面 表面看 還是 還是 行啦 但是當然 我們也是會 會 會計 會計 設計 做一個報告的獎 可是 EPF到目前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啦 或是好像 玩 弄到我們整個 國家的 債務情況 一團糟 嗯 會覺得 做當日 財產之後 會覺得錢 不夠用嗎 因為現在我們的 國債數字很高嘛 然後也 沒有了GST 然後 好像一下子 收入就少了 錢當然有 也不夠用的 可是 看你怎麼用 嗯 我們在大選的時候 我們說 如果根據我們的 預算 我們不需要 有GST 但是既然沒有GST 國家不會破產 同時 我們還扣 錢還 一萬元租金 現在我們交召人民 你還执注金啊 嗯 所以我說 嗯 當我們 中選過後 而且我們看到這些 帳戶 讓到我們真的是 嚇了一跳 嗯 我看你也是 看到那個 報審報導 今天動地 今天 今天動地的 這個報 報導 嗯 整個帳戶 不是單一傳稿 是刻意 而故意來 來偽造的 所以第一一些 帳戶把它藏起來 第二 一些帳戶 只是有些人 能夠過目 我們 只要它成為 紅 的那個 紅色的 這個 帳戶 第三 當然做假賞 所以 這個啊 導致到我們的 國家經濟 不是好像 我們以為 啊 我們有這樣多錢 或者是 面對這樣做債務 所以 所發現到的是 錢少 債務增加 當然這個是 一種 一個 一個壓力 當錢 就是 當錢不夠用的時候 我也常常想說 欸 債務也是 同樣要處理 所以 呃 呃 當我們在 呃 在總和 整個 財務情況的時候 我們常常強調的是 GST 一定要把它 廢除掉 而且 這個一碗原住金 的 賠償 一定要進行 所以 這個 所以讓我們面對 更大的關鍵 在我們海 我們 我們已經做到了 把GST 廢除掉 同時 RING也照樣給 呃 呃 不要忘記 我們在這個 油價這方面 也是 呃 也是把它能夠 穩定下來 就是雖然 國際油價 呃 在 市場 國際市場 油價起 從52塊 美金 每一桶 起到70 美金 但是我們 國家的油價 沒有起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負擔 但是 我們還是 能夠應付得來 這個證明 我們一向來 所講的 如果是 我們 呃 把它 借著開銷 不吃錢 確實 不需要GST 也不會破產 反而 還夠錢 給 給 給一碗援助金 所以你 但是 當然 嗯 給了這些 啊 主要的這些 啊 啊 福利的那種的 啊 計畫 援助金過後 當然錢就 啊 比較 不夠用 所以其他的 我們當然要進行的 那個要等到我們 財務情況 改善過後 我們將會進行 那外地 關於PT-PTN 解禁啊 那個之前 backlist 有的 網上就是很多人 討論說 有沒有需要解禁 或者是有些人 贊成有些人 反對 然後也想 也在探討說 4千塊這個標準 會不會太高 那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 呃 呃 這個希望你們的諾言 所以 講到要做到 啊 啊 一言其處 四馬安全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實現 嗯 所以當然知道 有一些人 認為太高 有些人認為太低 啊 而且說 把他解禁那些黑名單 個人 見仁見智 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 要綁那些 經濟方面 啊 所謂是B40以下 就是經濟 面對經濟問題的 那些主情 所以如果是能夠綁到 啊 為什麼 不要去進行 所以現在我們 不能夠全面的施行 是因為 財務情況 比我們更更小 我們想想的 更嚴重 沒有想到 這個國債 會從六億八千七百萬 整整增加到 一兆 一兆八十七億 應該不會擔心之後 那個 人家還錢 就是 越來越少人 還 這個BDPDN 當然如果是 啊 到目前 還錢是 還是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還債的 那個速度 成功有八十八千 當然如果是 跌 如果是跌的話 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們 還需要做一些 研究 啊 那時候所需要 做出的步驟 我們才 啊 才考慮 而公布 可是現在是 我們所做出的 宣布 我們要 所答應的 我們一定要去進行 啊 外比有沒有 為自己設下什麼目標 就是 一定要達到的 就是在任期之內 我們一定要達到 是要 Fature GST 嗯 一百天之內 啊 這個 這個也做到了 同時也照應還 這樣 照應給 這個也是做到 但是 接下來 當然我們要看 我們的財務情況 啊 包括那個 這個 所謂的 花火 我們也是照應給 嗯 外比網民啊 就是很關心你 他們覺得你 憔悴好像很累啊 當然是我覺得很累啊 天天 嗯 天天還是要做的 包括當然是 要 見媒體啊 要 要 要告訴 要解釋一下 嗯 我們所做出的 政治 但是 我在這方面 我要感謝 馬來西亞人民的支持 而且他們的傳見精神 嗯 其實 讓我們感覺到 非常大的 鼓勵的那種的 呃 呃 使到 我們會說 當我們在面對這個 國在的時候 呃 我們不是 呃 可以說 都黨員 呃 呃 有人民來支持 雖然對 你你你你你你設立這個 呃 這個馬來西亞希望基金 不能夠 籌到 足夠的錢來 還 國債 但是 這個也 展現出我們 人民的團結精神 呃 同時也說我們要 呃 做出我們的 本分 來救國 來幫忙 我們 減輕我們的 國債 所以這種的精神是 值得 表揚的 呃 也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呃 可是有時候真的是 晚上不能會睡覺 因為啊 不知道說 哎 明天不知道還有什麼 會踏到什麼 地雷啊 啊 因為有一些 那些被藏住的 帳墓啊 或者是發啊 會突然間冒出來嘛 所以 啊 晚上有時候在想 所以有時候啊 睡到差不多四個小時 雖然還想著要睡 可是想著這些 紅髮 或者是紅帳墓 就睡不醒了 啊 所以啊 可能在這邊還是感覺到 比較累 其實我們自從大選到現在 沒有真正休息過 第一就大選過後 四年過後 還要去組成 成立新年生 過後呢 還要去看那些 呃 這些 呃 假的招募啊 烏龍的招募啊 還有很多 呃 這些 事情要去 呃整理 而收拾 呃 但是 呃 如果是 整個財務情況 比較穩定的 啊 那時候 我希望我能夠花一點時間 跟家人 跟朋友 呃 呃 最少 呃 也能夠 呃 比較穩定的時間 來享受一下 我們槟城的美食 呃 還是很想念槟城的美食 哈哈 呃 大家都很關心 槟城大橋 首 廢 廢的 事 這個要等到 等到我們的財務情況 嗯 呃 海上我們才能夠 一條的一條的去 呃 去處理 呃 當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的時候啊 呃 呃 不是一個 適當的時候去 去討論啊 沒有 還有其他 還有很多要求啊 所以我看呃 呃 如果是能夠呃 呃 呃 給我們一些時間 呃 因為有可能要一段時間 呃 呃 呃 那個國債 他在九年 讓到我們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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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回復故事 一天一夜就能夠找到 所以雖然是面對於這樣大壓力 我們還是能夠實現我們的 承諾 呃 同時國家沒有破產 這個是最重要 呃 我認為這個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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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太貴的計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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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我們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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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过 有没有一个time frame 这个要看我们的债务情况 我们的经济情况怎样 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个世界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是好像根据报告 国阵所宣布的这个财务的报告 是好像他们所公布的 我认为这样就会有问题 但是他突然间里望出多4亿 差不多4亿的国债 4千亿的国债 不是4亿 4千亿的国债 这个不是超书 这个是寄贷的书 必须要有一些时间 威比就是这么多年 你从政这么多年也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这已经入主不成了 这样你有没有心中有什么感受啊 可以跟就是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累也好 怎么样评价也好 我们会天天为你们拼的 因为你们所做出的选择在509 你们要让我们的国家 还回给人民 还真一命 而且我们在拼的时候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小孩 我们看到前朝真正是把国家的未来点当掉 真正把它点当掉 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要 健保我们的下一代 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比我们现在有了更美好的明天 所以第一 我们要解决一些国债 不要他们在长大过后 成人过后满城战 所以这个我们会尽力而为去解决和克服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的未来给国债剥夺掉 我们会确保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不是单单不会被剥夺掉 但是会更好 那我们今天的live差不多了 那外面有什么要跟我们读者讲吗 希望大家对国家有信心 对你们的政府有信心 因为如果是人民有信心的话 投资者有信心的话 他们会投资马来西亚 投资在马来西亚的未来 我在做首席部长 在槟城做十年的首席部长 我所发现到的是 当人民对你有信心 当投资者对你有信心 你不用出钱 他们也准备出钱来投资 但是当他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要出钱他也不愿意来 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对我们国家有信心 我们爱国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国家整个未来的路线是正确的 现在这个时期就是时候 大家团结一次 为国家 为人民 为我们的未来 马来西亚 明天一定会更好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